新会手抵达旧新山后的副总统赖清德 随其世序会护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更拿出了这张压箱宝照片 金头前举给裴洛西看 这是两年前赖清德当选后 还没就职前到华府出席 美国国家祈祷早餐会时 两人会晤的合照 乔美琪也在会后转述30分钟的谈话 气氛非常友善 感觉是两个老朋友的相见欢 裴洛西也向副总统透露 他曾经亲自向WHO秘书长 表达应该要让台湾参与 除了跟裴洛西会晤 赖清德也和旧金山桥界视讯 所有嘉宾包括AIT主席莫建 而且我们透过日本人的影响力 请美国给我们很多帮忙 所以我这边的贵境 无论是第一边到路上级 还是这边来到国金山 都得到安全 很松开 很方便的贵境的努力 十分钟的致辞 赖清德宣诚用台语更透露在救星战会和美国政要交流 讨论经济 气候变切防疫的议题 小米秦则补充传统上美国人周六不太开会 但美方很期待跟赖清德交换意见 郭静平外交看来的频道专辑起飞前的内科 TVBS新闻李国盛刘廷提提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